Z世代大人 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華為在2020年的10月22日晚上 發佈了今年Mate系列的新機 Mate 40、Mate 40 Pro、Mate 40 Pro Plus和Mate 40 RS 延續華為品牌相機靚的傳統 手機亦都用上了全新的旗艦級處理器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Mate 40 Pro和Mate 40 Pro Plus 兩部新機 兩部手機都採用了華為最新的Kirin 9000處理器 和iPhone 14 Bionic處理器一樣 都用上了5nm製程的精密架構 官方表示手機操作36個月之後 亦都只會有2.5%的表現下降 確保手機不會因為老化而變慢 Mate 40 Pro和Mate 40 Pro Plus 配置了6.76吋支援90Hz更新的Full Hi-Dent Plus OLED屏幕 觸控採用率亦都達到240Hz 令操作體驗有更大的提升 兩邊屏幕的瀑布屏設計達到88度 手機的視角效果一流 延續上一代音量虛擬鍵的設計 不過亦都看到手機加回音量的實體控制鍵 方便操作 機背相機的設計就沿用了上一代的圓形模組 看起來有點像舊款的iPod 兩部手機都和Nikra合作 華為Mate 40 Pro採用了5000萬像素的主鏡 20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和1200萬像素支援10倍混合變焦 和50倍數碼變焦的長焦鏡頭 Mate 40 Pro也支援5倍光學變焦 而Mate 40 Pro Plus就配置了5000萬像素的主鏡 20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1200萬像素支援3倍光學變焦 和光學防手震的遠攝鏡 和800萬像素支援10倍光學變焦 和光學防手震的Super Zoom鏡頭 另外也設有一個3D感測鏡頭 Mate 40 Pro Plus的混合變焦和數碼變焦 分別是20倍和100倍 兩部手機的5000萬像素主鏡頭 都用上了超大的感光元件 對於起不同場景的拍攝都有很大的幫助 夜間的拍攝也可以有出色的表現 前置鏡頭方面 Mate 40 Pro和Mate 40 Pro Plus 採用了1300萬像素的廣角 配合3D深度感應兩個鏡頭 以開孔式的設計放在屏幕的左上角 不算外硬 而起操作方面 Mate 40 系列都採用了基於開源的Android 10 以Huawei Mobile Surface HMS 為核心的 EMUI 11 操作平台 配合 App Gallery 作為軟件下載平台 Mate 40 Pro和Mate 40 Pro Plus 亦都加入了AirWake、AirScroll、AirPress 和Air Answering一系列的隔空手勢操作功能 無論你在煮飯、畫畫、吃東西 要操作手機都方便得多 不過我就覺得要習慣了不同的手勢 這個功能才可以發揮得比較好 Mate 40 Pro和Mate 40 Pro Plus 都支援5G加4G雙卡雙待 只有設定為主SIM卡的線路 才可以收到5G 不過5G的頻段也算齊 這部機也支援Wi-Fi 6連線 配合自家的相應路由器 更加可以做到Wi-Fi 6 Plus的速度 電量方面 兩部機都配置了4400mAh的電量 分別支援最高66W和50W的 有線和無線快充技術 對於重度用家來說都絕對夠用 而充電亦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華為Mate 40 Pro有銀、白、黑、綠和黃 一共5個顏色 8G記憶體加256G內存的開售價是$1,199歐元 華為Mate 40 Pro Plus 就只會推出黑色和白色兩款顏色選擇 12G記憶體加256G的儲存空間售價是$1,399歐元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re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拜拜